保齡查室疑似食物中毒案件 目前已经造成了两个人死亡 而且还有五个人是重症 目前还在加护病房急救当中 检察官还有法医 今天早上是来到了板桥宾馆这边 要针对两名死者来进行第二次相应 以及遗体解剖 今天早上一早 检察官以及法医都陆续的抵达板桥宾馆这边 而女性死者的妻子还有妹妹 今天也都抵达 而她的妻子稍早也露面了 首次对媒体喊话 来带你听一段稍早访问 我在先生死亡的当日3月24号 第一时间选择报案 请检察官来相验 就是为了替我先生找出公道 希望台湾的检察机关 司法机关可以还给被害者 被害者的家属们一个公道 事实上北姐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也再度潜入了保龄查试 查扣了最重要的证物 也就是监视器 要来厘清的是食物中毒 还是人为下毒 目前整起案件都还要持续厘清 所以 你